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记得 搞得这牙子不成器 再怎么下去 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爹 钱是我散的 有什么事冲我 莫冲我娘 究竟因为什么事情 让其父亲对青年毛泽东发这么大的火 就在刚刚 整个长沙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百姓名不聊生 每家每户都上街乞讨为生 而此时18岁的毛泽东正拿着父亲的买米钱走在路上 恰巧此时前面一个乞讨的小女孩挡住了其前进的步伐 从小接受严格家教的毛泽东根本没有犹豫 随即就准备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父亲的买米钱 可谁又想到这世大批乞讨者突然蜂拥而至 慌乱中口袋的钱全部洒到了地下 而此时的乞讨者像发疯了似的全部对地上散落的钱币进行物理输出 自己也将仅剩的几块钱全部给了刚开始那个小女孩 回到家后父亲得知自己一个月的卖米钱 全部被毛泽东给了那些乞讨者后非常生气 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 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散财童子啊 再怎么下去 这个瞎都让他给败光了 而就在这时满牙子突然回到了家 看着焦急的表情肯定没好事 咱们那两专闭都被抢光了 这晴天霹雳的消息让父亲差点摔倒在桌边 而毛母最终还是吓得昏倒过去 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保佑母亲平安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一个人来到了山上的寺庙磕头 祈求母亲平安 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骑鹅头的淤雪 就是在上山时每个楼梯台阶上 都会实实在在地磕一下 或许佛祖会眷顾这么诚心的韶山小伙 回到家后已是傍晚 老同学正好在家里等候他多时 而对方的一番话彻底让懵懂的毛泽东打开了封锁心灵 弱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 山东 德国人杀 东北 日本人俄国人霸仁 我们的南方呢 英国老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 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 朋友的一番话彻底让青年毛泽东有了自己的抱国情怀 第二天就来找父亲告诉其自己不再去米店工作的事 而接下来毛泽东将如何说服父亲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